卡塔尔教练他坐在教练席上 我都这样放水了 国足打都赢不了 杨格维奇选队员的来说 就犯了很多错误 首先带了四个文教 也不带一个中锋 这场比赛最后时间没有中锋了 把蒋上龙给顶到前面去了 有这个你把那个埃克森带上 埃克森还不中蒋上龙吗 当中锋 如果你看不上回话 你带西维军呢 结果 无中锋可用把蒋上龙放上去 把蒋上龙放上去 然后之后呢 发现边路没有起球队员了 没人传得准 球在天上来会飞 进去那几个中锋 弹龙 张绿宁 再加上那个蒋上龙 拿不住球 第一点抢不住 第二点 无垒也空不下来 最主要的是 传球的人传不准 经常传出外面去了 你说 你就不能把小摩托带上 小摩托现在暴野能力下降 但是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他的传球 那可是指哪打哪的 就那么砸进去 怎么也都砸进去一个吧 那行 你说小摩托我看不上 我就不喜欢规划 一个规划也不带 那你把余汉超 和那个曹云定带上的 他俩突破 他俩的传球 有吧 一点没问题吧 结果呢 一个都没带 就是说 国家队 不是做那些人呢 国家队是把 当今足坛 国足球员 最有战力的人 放在一起 组合那些球队 并不是说因为 余汉超 还有那个曹云定 年纪大了 就不能用了 就非有小年轻人呢 你看看那个刘兵兵的传球 有一脚能传中正心的吗 soul for free 下分音 怎么说呢 首先这就是 带人就不行 带四个什么缘 用上一个了吗 你帮我用上一个没有 哪个没上场吧 就是那个仨替股 哪个上场了 哪个比较上场了 你没上场吧 再说今天的比赛 塔塔尔 主力全部上了 上场将近有四十分钟 加上场开始的一步 将近有六十分钟 让你攻 让你打 你呢 踢五三二 是吗 百名不让你拿三分 百名让你击球 你不进 I say 进不去 还踢五三二 踢防守 你就撤掉一个后卫不行吗 张立鹏就安在右后卫上 让刘兵兵打这个边前卫 刘兵兵 这给忙活的 五三二是忙活过来了吗 本来是个打前卫的人 现在边后卫和边前卫 来不转换 脑袋就蒙圈了 如果让他单打一个边前卫的话 他应该能胜任 结果呢 就是 你踢四二三一 哇 好不好 大哥 人家把仗你了 让你 然后人家两个什么缘 你还要打仗 就这场比赛 你拿不下来 进不了球 那就是杨德维棋 这三场比赛 你看过 全是五三二 就是说 他有个理想的状态 自己脑子想出来 我这个位置放这个 这个位置放这个 一点不考虑 真实球员的感受 和真实球员的能力 完全是贴把星空 自己想出来的 真的 你让范志毅 高红波 都比他强 杀了 赶得给你 给他拿下吧 要不然 世约在 回来 主客场打新加坡 你客场打新加坡 就现在的状态 现在这个心情 现在的用人能力 能人家打密集防守 你能攻下来吗 你要是客场 拿不下那个新加坡 或者吗 你主场 你再让泰国办了 直接 世界杯小组出现 十八强都进不去 哭去吧 所以 现在 直接 把杨范鸡 给咔嚓掉 完事 好了 现在 你们在评论区 评论区里 继续提出 他有的不足 喷点吧 开一喷